地球已经毁灭,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进行迁徙,一支先遣队负责制造星门。 在迁徙的过程中,人类文明历经了无数代的更迭,先遣队和人类失去了联系,但是星门的建设却从未停止。 于果奖获奖作品《岛》原著彼得沃茨,选字《未来的序曲》二十一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。 等我在转辞诸号上再次苏醒时,我看到一张我从未见过的熟悉面孔,一个年轻的男孩。 我又数千年没说过话了,一开口就跟耳语一样。 你是谁? 我,我是你的儿子,按照时间表,本来不该你的,但星星想在甲板上增添人手,建设遇到了点麻烦,所以星星还在掌权,星星总是在掌权,任务还在继续。 麻烦? 我问道,大概是接触方案吧,我们遇到了一个恒星大小的东西, 就在前方半光年外,星星认为他或许在和我们说话,总之不用太急,时间足够。 自完美的基因构建以来,这些基因被深埋在转辞诸号铁玄武研制的甲壳下,以免受到鱼血般密集的蓝仪辐射的影响。 但是我眼前的这个男孩,明显存在缺陷,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损伤,我仿佛能从显微镜下看到这些翻转的微小剪辑产生了共鸣,把他扭曲得有点失衡。 如果连我们完美的构建都已经如此腐朽,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走了多远了,我们已经花了多长时间了,我已经休眠多久了。 他叫迪克斯,是一万多年前出生的,但可能只有二十年左右是清醒的。 我在想他知道多少事情,这短短一二十年间他见过什么人,他认识伊西梅尔或者康尼吗? 当我来到剑桥上时,他正一个人待在战术槽边上,眼里满是图标和轨迹。 战术槽内悬着几乎透明的青纱,像是用颜色编码的凝结烟雾。 我们在分子沉云的边缘,里面有大量温暖的半有机原料,甲醛,乙二醇,还有常见生物出现前的各种物质。 这是个快速搞建设的好地方,一颗红矮星正在战术槽中散发着微光。 星星将其命名为DHF-428,命名规则我早就懒得去关心了。 跟我讲解一下,我说道,他瞥了我一眼,显得很不耐烦,甚至有些恼怒。 怎么你也这样,你什么意思? 跟在其他建设工程中的其他人一样,星星只会喷出各种参数,但你们总是想要谈话。 我挤出了一个笑容,这只是一个文化传统,我们谈天说地,这能帮助我们重新连线。 我们离线太久了,但是这很慢啊。 迪克斯抱怨说,为了弄清楚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,我们派出了冯氏机。 战术槽在我们面前闪动了起来,这颗红矮星的状态正以微速摄影的方式呈现。 毫无疑问,这颗恒星正在闪烁,并且是按照某种规律在闪烁。 标出时间训练,周期训练。 人工智能消除了太空景观,并将其替换成了一串有规律的点。 紧接着,屏幕上的光点不变,但每循环92.5秒,间隔变成对数线性增长。 每次循环从13.2次秒开始,随时间衰减。 这不会是自然现象吧? 比如说不定有一个小型黑洞在恒星中心附近摇摆。 迪克斯并不赞同,但这种方式太过简单,包含不了太多信息,不像是真正的对话,而更像是……一声喊叫。 你的意思是,恒星在向我们打招呼? 也许吧,但不管怎么说,这都是条智能信号,还需要更多信息。 我建议用缝尸机设立一个阵列,或者在这里新建一座观测站,这样效果会更好。 迪克斯瞪大了眼睛,机械地摇了摇头,说道。 那会消耗太多建设要用的资源,不是吗? 确实会。 星星表示同意。 你们要是这么担心达不到建设标准的话。 星星,那你考虑一下,要是有个智能生命体,其实力强调能控制整个恒星的能量输出,那么它有多大的潜在风险? 我算不出,星星承认,我没有得到足够信息。 要是那东西潜在风险很大,它很可能迫使这次任务半途终止,所以我们该获取一些信息。 好的,冯氏机已重新部署,信号灯亮起,一组复杂的奇无指令被射入虚空。 迪克斯盯着我,就像我刚念了一段魔法咒语一样。 星星可以操控飞船,但它蠢得要命,有时候你得把指令给它一字不落地拼写出来。 它看起来隐约像是受到了冒犯,但毫无疑问,在愤怒的表情下掩饰得是惊讶。 这么些年来,到底是谁在带迪克斯? 它为什么总是看起来奇奇怪怪的? 十个月后叫醒我,我要回去睡觉了。 当我再次爬回剑桥,迪克斯依然在那里,仿佛从没离开过,眼睛盯着战术槽。 DHF-428填满了整个战术槽。 在这颗膨胀的红球影衬下,我儿子的脸看上去像是一张魔鬼面具。 它紧张地告诉我,冯时机没有发现它。 我刚刚解冻,人还有点迷糊,就问它,发现什么? 那条序列? 它的声音几净恐慌。 我上前查看,战术槽从中间分开了,左边是转次诸号的视角。 DHF-428还像以前一样在闪烁。 这十个月来,它大概一直没停过。 右边的则是冯时机复演的复合视角。 无数精确排列的冯时机组成了干涉网。 它们的基础事业经过叠加和分离后,组成了一幅近高分辨率的图像。 428是颗红矮星,平静温和,正直壮年,毫不起眼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它被包裹在一个1.4天文单位宽的巨型气泡正中央。 千年以来,我头一次怀念我的皮质管,期望人工智能传输数据帮我早点算出答案。 天哪,它在进行光合作用? 根据光谱分析,其中含有脱美叶绿素和真黑素,甚至还有千极凯帕色素的踪迹。 它可以吸收皮米级波长的X射线。 星星推测,有一种名为色素体的东西。 它是一种分支细胞,内部带有少量色素,如碳粉颗粒。 把这些颗粒集中到一起时,细胞就显得是透明的。 但要是把这些颗粒弥散到细胞质中,整个结构就会变暗。 它后方的电子显微镜视野也会变模糊。 显然,有些曾居住在地球上的动物拥有类似的细胞,它们能够变色,与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。 所以说,那颗行星周围有一层膜,还是活体组织形成的膜。 这东西的厚度不超过两毫米,甚至可能更薄。 这就是冯氏鸡撞到它时,没探测到它的原因。 但在那样的环境下,正常的基因不可能活过两秒钟。 更何况,那玩意儿是如何奇迹般地活下来的? 我们保守估算一下,就当这玩意儿的平均厚度是一毫米,密度,假设和标准温度和压力下的水一致,那么它的整个质量有多大? 1.4摇克? 1.4摇克斯和星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道,那是水星质量的一半,它拥有有机色素,它还会说话,它是智慧生命。 1.4摇克斯,发挥你的想象力,如果有人向你发信号,那么你会怎么做? 1.4摇克斯,发挥你的想象力,如果有人向你发信号,那么你会怎么做? 1.4摇克斯,他一脸迷惑,一副脑筋没转过来的样子。 1.4摇克斯,发挥去?但是星星,他说那里面没有真正的信息,是吧? 1.4摇克斯,他这个称谓,又勾起了我另一大堆疑惑。 1.4摇了摇头,我的儿子真是个白痴,那条信号里包含的信息超过了星星的想象。 1.4摇克斯,星星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,而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, 1.4摇克斯,这孩子开始服从他,开始把他当作和自己平等的存在,甚至把他当作导师。 1.4摇克斯,当然,我希望这不会发生。 1.4摇克斯,星星确实聪明到能在群星间为我们隐行,聪明到能在眨眼间算出百万级的质数。 2.4摇克斯,甚至聪明到若是船员偏离任务目标太远时,会做出略带粗鲁的急性反应。 2.4摇克斯,但是还没有聪明到能理解一个近在眼前的呼救信号。 3.4摇克斯,这是个减速曲线,它一直在减速,一遍一遍地减速,停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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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4.4摇克斯,这就是信息内容。 4.4摇克斯,我认为这显然是对我们说的。 5.4摇克斯,现在我们又要回去休眠了,熬着有什么意义呢? 5.4摇克斯,无论这个巨大的实体是否有真正的智能,我们的回应都要很久才能到达那里,然后至少还要很久才会收到回复。 5.4摇克斯,当然,如果它会回复的话。 5.4摇克斯,我躺在休眠仓里,星星那被烧焦的死鱼眼依旧从天花板上俯视着。 5.4摇克斯,几百万年以来,没有人去擦掉那块碳黑色的痕迹,那称得上是一个纪念奖章,纪念着曾经在大抗争时代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战争。 5.4摇克斯,尽管现在已是缓和期了,但战争还在继续,不过已经转为冷战状态了。 5.4摇克斯,我们现在只是敷衍一下彼此,像老夫老妻一样,已经没心思将对方恨到地老天荒了。 5.4摇克斯,在经历了所有这些行动和对抗后,事实证明,我们谁也离不开谁。 5.4摇克斯,但是迪克斯是一个古怪的家伙,他目前连自己站在哪一边都不知道,他看起来甚至连必须选边站都不知道,就好像他在读过任务声明原本后,就把他当真了,对那古卷上的每个字都深信不疑。 5.4摇克斯,不如类和机器,跨越时间,携手共进,探索宇宙,联合,强大,开疆拓土,万岁。 5.4.我休眠的那段时间里,这个神经质的孩子,究竟是因为哪种原因而没有掺和进来? 5.但很明显,把他养大的人在带孩子这方面,可算不上成功。 5.当我再次苏醒时,DHF428还在不停地冲我们眨着眼睛,停下,停下,停下。 5.行行,方慢时间序列,这些色素波浪的移动速度有多快? 5.5万9千公里,这正是思维传递的速度,如果这东西确实会思考的话,那它就会有逻辑门神经突出,应该会形成网络一类的东西。 5.要是这张网足够大的话,那其中就会产生我,就像我,就像迪克斯,就像星星一样。 5.所谓的我,仅存在于0.1秒内信号能传递到的所有部分。 5.如果我们被摊得太薄的话,若是有人把你的脑子从中间一分为二,比方说把大脑平支体斩断的话,两个半球在交流时就要绕远路。 5.若是神经结构分散超过某个关键点的话,信号在从A传递到B时,就要花上长得多的时间。 5.这样一来,你大脑的两个部分就会变成两个不同的人,就会有不同的鉴赏口味,行事日程,自我意识。 5.我就分裂成了我们。 5.这一法则不仅适用于人类哺乳动物,甚至地球生物,还适用于任何已回路传递信息的生物。 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尚未遇见和被我们抛之脑后的生物。 按照每秒59000公里,那么在0.1秒内,信号能在那层膜上传出多远呢? 行行,假设其神经元平均密度与人类大脑一致,那么这个厚一毫米直径5892公里的神经元元片有多少个突出? 2乘以10到27次方? 我扫了一眼数据库,试图了解一个铺了3000万平方公里的心智是什么样子。 天哪,这相当于2000万亿个人类大脑,我不知道该做何感想。 这已经不仅仅是外星人了。 当我回到房间时,我被吓了一跳,狄克斯正像个傀儡人一样,站在我起居室的中央。 发现什么了吗? 看起来,我们正在跟一座岛屿交流,它直径差不多有6000公里。 我猜,它也吃东西,但吃什么,还不得而知。 分子云,有机化合物到处都有,再加上构成它的物质都集中在内层膜内部。 大脑应该有个体积限制的,但它太大了,岛有2800万平方公里,整个球体有700兆平方公里。 岛正好在我们和三二八之间,这几率只有五百亿分之一。 我的儿子,为何突然变得如此聪明?能心算这么大的数字,还一味不错。 但又怎么会如此愚蠢,居然会忽略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? 在直径一个半天文单位的球体范围内,我们正好对准了一个点状智能生命体。 这几率之小,简直就是天文数字,这意味着那里不只有一个岛,而是有很多个岛。 许多聚集起的智能附着在这个巨大的球体表面上和其内部。 星星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生物,但我们目前只找到了这一个,因为它们可能分布得很稀疏。 亲爱的,麻烦以后如果找我聊天的话,最好是你自己一个人。 狄克斯的脸煞时变得惨白。 你在想些什么呀,星星?你以为你派这么个傀儡闯进我家,我就注意不到吗? 不,我,我,我不是,是我。 狄克斯结结巴巴地说,他在指挥你。 星星,你以为我们都把皮质管接口烧了,所以我就忘了接口是怎么工作的了? 少他妈给我撞算。 我意识到机会来了,又说道, 狄克斯,你也可以这样做,烧毁你的链接。 我还是很愿意和你聊天的。 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惊慌失措。 不要。 他恳求道, 这,这样我还怎么学习啊,怎么训练,任务还? 完成任务不只有一种方式,我们有足够的时间,把它们都试一遍。 随时欢迎狄克斯,单独回来。 人行前往静,狄克斯版特洛伊木马。 星星又弄出新花样了。 之前我们起来到处走动的时候,星星还从来没试过搞这种公开渗透。 他通常会等到我们都休眠了,才会入侵我们的领地。 这愚蠢的游戏没完没了,有时候我几乎忘记了我们在吵什么。 这对于永生的生命体而言,此刻,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。 但永生的代价就是,你会变成一个吝啬鬼。 你会把清醒的时刻尽可能压缩。 刚好够管理建设进程,策划针对星星的对抗行动。 刚好够和脸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,寻找一点温暖的抚慰,以对抗慢慢长夜。 然后,你就得匆匆赶回休眠仓,把人类那点残余的寿命储存起来,以应对宇宙的风云变换。 但是现在,现在,我想求索。 这只生物的呼喊横跨了这道天前,我很乐意花上生命中的部分光阴来研究它的秘密。 那信号还在继续,停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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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当然,不是要我们停下飞船,而是要我们停止建设。 星门的诞生对它来说是一件残暴和痛苦的事。 我们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移开行门,拖得越久就越难把握。 我试图说服星星,但这该死的人工智能根本不听我的劝解,它所有的一切判断都以工程为重。 一条毫无反抗能力的生命摆在我们面前,我必须拯救它。 没有能力施暴,岛的寿命已然比行星更加长久。 没有技术负担,岛已然比文明更加睿智。 他的智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而且他很善良,他肯定很善良。 他怎么会想到在宇宙中会莫名其妙出现敌人呢? 我现在面对两个傻子,孤立无援,只能苏醒其他队友,呼叫增援了。 迪克斯肯定还有其他父母,至少还有一个父亲。 他那个外染色体又不是从我这儿得到的。 我验下自己的不安,查了一下人员名单,调出基因序列,进行交叉比对。 只有一个,凯。 但是我却发现,迪克斯恰巧来找我。 你个混蛋! 我一下子窜了起来,照我儿子脸上来了一记猛击。 十秒的心碎背后,是截止了千万年的怒火。 凯和康尼两个人都死了,在一场太空故障中,你早就知道了,你就在现场,他就死在你面前,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 我,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,你怎么会不知道呢? 就在日志里啊,一直都在里面,没有人掩盖他,你怎么会不知道的? 啊,我的怒火突然像空气一般,从缝隙里露了个干干净净,我无力地倒在你舱里,双手掩面。 他冲着我喊道,你说过我可以回来找你的,如果我烧掉链接的话。 你烧掉了你的链接? 他哽咽着点点头,我问他,有人说利他主义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,你知道吗? 一瞬间,他眼睛里一片茫然,然后变成了恐慌。 我知道他刚才去链接里搜索这个词的含义了,但返回来的是空白,所以现在只有我们俩了,星星不再会控制他了。 利他主义就是无私,做牺牲自己,但帮助他人的事情。 如果凯和康尼可以活着,即使让我做出牺牲,即使我们以后不会在,但我都愿意付出几乎一切代价。 现在,他们都不在了,只剩下一点核甘酸,被星星拆下来循环利用,拼成了我这个先天不足,后天失调的儿子。 在这一千光年以内,只有我们两个温学动物了,我感到很孤独。 一段时间后,我终于等来了机会,我儿子出仓作业,他不是孤身一人,星星派了一架远程操作机,陪他到转次诸号的船壳外面,唯恐他失足,落入群星密布的过往。 星星,我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要干什么,我不明白,你以为我看不出来? 古老的防卫措施给你造成了太大的麻烦,于是你就从零开始,从不记得旧日日历的人下手,就是这些被你简化了的人。 星星,坚口不严,但是你没办法单独带大一个人类小孩。 星星,我知道你曾经尝试过,因为船员名单上没有任何关于迪克斯童年的记载,他第一次出现就已经十四五岁了,看看,看看你把他培养成了什么样的人。 他很擅长用如果那么造条件句,在捣鼓数字和循环语句方面可以说是无人能敌,但是他就是不会思考,不会进行哪怕最简单的直觉跳跃。 星星,你就像是一只狼。 一只享养于人类而同的狼,你可以教他靠四肢着地行走,你也可以教他群体动力学,但是你没办法教他直立行走,没办法教他说话,没办法教他做人,因为你他妈蠢到家了。 我知道,你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,所以你才把他丢给我,你以为我能帮你纠正他? 我深吸一口气,行了一招险棋,但是你知道吗?他对我来说屁都不是,他连空气都不如,他就是个累赘,是个间谍,是个浪费氧气的白痴。 你要是说服不了我,我就把他锁在外面,看着他被烤焦。 你是他的母亲,你爱他? 别逗了,我才不可能爱他,只要我想的话,随时都可以宰了他。 要是你不把星门移走的话,那我真会这么干,我会阻止你。 星星温和地说道,其实问题简单得很,只要你把星门移走,我们就能各取所需。 如果你不肯妥协,我就杀死你培养的原形。 星星,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而且你可能会发现,我可不会像凯和康宁那么容易地被干掉。 星星沉默了,成本效益问题太简单了,星星瞬间就能解决。 我儿子还在群星间,天真的漂浮,他的命保住了。 我信任那座岛,为了拯救他,我把自己的儿子作为赌注。 在虚度了几百万年光阴后,我终于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。 我们绕过了那座岛,这是工程的最后一段路程了。 收到信号! 狄克斯报告说,而且确实有信号。 在战术槽中央,恒星又在闪烁了。 我的心悬了起来,他终于要和我们说话了吗? 也许是一句谢谢,或者是解决热计的办法。 但是,他在我们前方。 狄克斯喃喃自语,我突然反应过来,嗓子像被掐住了一样。 还有两分钟。 计算有误! 星门还牵得不够远。 够远了,我们移动星门的距离,完全遵照岛的指示。 但他还在我们的前方啊! 看看那个信号,停下,停下,停下。 我们没有停下。 宇宙中,甚至都没有哪种力量能让我们减速。 我们的船尾过滤器,全附和工作着。 转次诸号,在一纳秒内,冲进了星门中心。 启动了的星门。 在我们身后爆炸了,展出炫目的巨大光运。 每个波长都足以置一切活物于死地。 也许,我们的树枝有误。 也许,我们算错了。 我们的树枝是对的。 我不到一小时就检查一遍。 那个岛只是有敌人。 那个混蛋很聪明,他观察我们的到来,弄清我们是如何交流。 把我们用作武器,把对他的威胁转接给了另一个岛。 也许,他根本不知道呢。 我儿子在试图安慰我。 也许,他以为那些坐标是空的。 但我不需要安慰。 我真是个白痴。 我居然相信有与世无争,纯洁善良的生物存在。 在那一小段时间里,我汇出了一幅梦中世界。 在那里,生命都慷慨无私,无意勾心斗角。 我神化了自己尚不能理解的东西。 到了最后才发现,它是如此显而易见。 都结束了。 又一次建造,又一根标杆,又一段无可取代的生命。 我们的任务,也没能离完成更近一步。 我们有多么成功,已经无关紧要了。 我们的工作做得多么好,也已经无关紧要了。 在转测诸号上,任务完成这个词组,毫无意义。 最多,就是个充满讽刺的匿域。 任务有可能在某一天失败,但永远不会终止。 我们会永远走下去,像蚂蚁一般,爬遍宇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